我们必须要称颂上帝,我们的心要称颂上帝,虽然我们不能够歌唱,可是我们还是能够从我们的内心来称颂上帝,赞美祂的圣名。 祂也列了这一切的事,我们不能够忘记的,不可忘记祂的一切恩惠,我的心啊,你要称颂上帝,不可忘记祂的一切恩惠。 祂也说,第一就是什么? 祂赦明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哀病,祂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 祂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所以我们的心必须称颂上帝。 我们得到知足,我们因着上帝的所供应的,上帝的福分而感的知足。 我们就在这个大陆地的祝福,我们在这个大陆地的祝福,我们在这个大陆地的祝福,我们不达国人的安全。 我们不能够给大家这些小礼物,可是我们也预备了一些甜点。 有凤梨塔,有一些饼干蛋糕,吃给我们,让我们带走,能够享用。 虽然我们不能够有一个大的午餐,可是这一些小礼物能够不断的提醒我们。 我们上帝是爱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称颂上帝。 今早我们再读,在第六节到第十节,这不是上帝所赐给我们,而是关于上帝是谁。 我们要称颂上帝,因为祂所赐给我们的一切。 可是我们也必须记得祂是谁,祂是怎样的神。 上帝实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 祂是那公义的神,祂施行公义。 祂使摩西知道祂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祂的作为。 有很多人说,有很多人说,上帝的工作是多么的奇妙。 奇妙,稀奇,不是,其实上帝使摩西知道祂的法则。 祂会告诉祂的子民,叫以色列人晓得祂的作为。 上帝,上帝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却有丰盛的慈爱。 对,这就是摩西所认读的神。 祂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却有丰盛的慈爱的上帝。 祂还说,祂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 这就是上帝的怜悯。 祂不会责备我们。 祂也不会永远怀怒。 祂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呆我们。 如果上帝因着我们的罪过,审判我们的话,责备我们的话, 那我们就造完了。 祂也没有造我们的罪念,报应我们。 所以当我们思考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让我们花着时间,来专注。 上帝,祂为我们所做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来思考这些事情。 让我们来纪念上帝。 让我们现在花一下的时间,来预备心,来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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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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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公盛 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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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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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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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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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 我不断的 每打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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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步都是我自己的所以我们要停止 字幕 李宗盛 有 runter的每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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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每 coudp t 结eto 自己的③aszElain 他不会立顶我们的脚步。 上帝立顶我们的脚步是什么意思? 也是一样的。 当我们达入下一步的时候,我们的计划是什么? 我们有自己的旨意, 我们用自己的力量。 可是当我们交托于上帝的时候, 他帮助我们看见更重要的天国的旨意, 的计划。 如果上帝能够立顶我们的脚步, 他就赐给我们他的旨意。 我的计划其实有一天, 其实是要跟随我父亲的脚步, 我父亲的步伐, 那就是我的计划。 可是上帝给我的计划是不一样。 我们必须交托我们的道路给上帝。 这是上帝的力量, 上帝的旨意。 我们自己的计划是我们自己的能力, 自己的意念。 可是当我们投靠于上帝的时候, 交托于上帝的时候, 他赐给我们他的力量, 他的旨意。 这是超过, 超越我们的。 让我们再思考下一段。 上帝如何的, 如此行。 上帝, 上帝喜爱他的道路。 上帝所喜爱的, 是我们的。 在他的道路上行走。 公义, 义人的脚步, 被上帝立定。 就是呢, 他在, 上帝, 让我们, 包括上帝在内, 让上帝教导我们, 引导我们。 上帝会做什么? 上帝, 游有喜爱。 作为父母, 当我们的孩子, 到走路, 学习走路的时候, 我们是, 充满喜乐。 他们先, 自己会翻棍头的时候, 他走第一步的时候, 他走第一步的时候, 我们是, 充满喜乐。 我的孩子他们都不是, 游泳比我更快。 呃, 小孩子了。 呃, 我的女儿现在, 呃, 游泳也比我, 呃, 比我还要快。 他们的步伐也变得更加的刚强。 我看见, 我回顾, 和我回想, 就看得见, 了解上帝如何的对待我们。 上帝, 他喜爱, 我们的道路, 当我们投靠他的时候, 当我们在他的道路行走的时候, 我们打入第二步, 第三步, 第四步, 他更加的喜爱。 他的参与, 他不断的领导我们, 他钢强我们。 这是激励人心的一个想的思想。 下一步, 二十四节。 我们会跌倒的时刻吗? 但一个小孩, 一个宝宝, 他跌倒的时候, 然后, 我们不会阻止他再次走路。 二十四节。 那, 这就是这句话。 我们会跌倒的时候吗? 我们会跌倒的时候吗? 当然, 我们就是, 失误的时候, 挫折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都有跌倒过。 无论是真的是跌倒, 或者是失败, 我们都跌倒过。 可能我们失误, 可能我们失误, 我们有挫折, 犯错, 我们的后果就是我们会跌倒。 可是二十四节。 他虽失脚, 也不至全身扑倒。 我们可能会跌倒, 因为我们失误, 我们挫折, 我们就失脚, 就跌倒。 可是呢, 也不至于全身扑倒。 因为上帝用手,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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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 呃, 呃, 跌倒, 我们是否会跌倒? 当然, 当我们, 呃, 犯错的时候, 当我们失误的时候, 当我们失败的时候, 可是, 这不代表上帝不在, 不与我们同在。 我们要学习的这个过程, 就是我们必须达, 呃, 成为这些,呃,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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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会做什么 上帝就会 参扶我们 在新约里面 我们读到 主耶稣基督 如何在那里带领 他的门徒 他的门徒如何跟随他的脚步 前三年 是多么的充满挣扎 可是上帝 花了一切的方式 帮助他们 刚强 建立他们的信心 所以有一天 他们在船上 主耶稣基督 在海上行走 他们以为 他们看见了一个鬼 见鬼 就惊慌 可是 主耶稣基督告诉他们 不要 害怕 是我 不要怕 彼得就说 如果是你 主啊 使我能够 去到你那里 主耶稣基督就说 来 彼得 就在那里 彼得 就在海上 当然 这不是在海岸上 耶稣在 水上 行走 彼得就说 如果是你 使我也一样 彼得就打入 第一步 第二步 在水上 然后他就开始 看见海浪 他就害怕 然后他就 沉了下来 他跌倒 他失败 他向 主耶稣基督呼求 耶稣就伸手 拯救了他 也告诉他 你这 没有 缺乏信心的人 为什么疑惑 有很多时候 我们 不断的 行走 谁 搀扶我们 彼得真的 以为你自己 能够在水上 行走吗 谁在 帮助你 扶持你 上帝会做什么 当我们每一次 向他 呼求的时候 他 要伸手 帮助我们 扶持我们 我们可能会跌倒 可是我们 不会 全身扑倒 因为 上帝 会用手 搀扶他 所以我们必须 被立定 被 建立 门徒们也晓得 他们必须 不断的 建立 他们的信心 变得更加的 刚强 也 不要让 失败 跌倒 失误 来 使我们 感到 沮丧 我们必须 战胜 这个 惧怕 当然 我们可能会跌倒 我们会失误 因为我们 可能缺乏信心 缺乏力量 可是上帝会与我们同在 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 鼓励 一个义人的道路 的脚步 被上帝立定 他的道路 上帝也喜爱 他虽失脚 也不致全身扑倒 因为上帝用手 搀扶他 我们的挑战是什么 我们是否预备 能够达出这第一步了 第二步是什么 还有第三步 我们要做什么 第一 这就是我们的挑战 我们要学习 如何的 在我们的生命里 看见上帝的 的身手 在我们的生命中 动工 他要如何的 鼓励我们的心 他要如何的 帮助我们 他会扶持我们 以他的公义的 双手 扶持我们 第二 我们也要感应到 上帝如何 立定我们的脚步 我们要如何的 感应到上帝 如何呢 第一 我们是否能够 晓得 认识 他的计划 他的大能 他的话语 让我们感应 他赐给我们的计划 他的力量 在我们的生命中 所以每一个 我们 比较年老的 我们不能够说 这是我们 最后 一步 不是 我们也不要 退步 我们不要不断的 前进 更加的亲近上帝 不断的行走 在他的道路上 上帝是否 还有赐给我们 他的旨意 他的计划 当然 这就是为什么 他会 会看顾 保守我们 不然的话 他就会 找我们 回天家 我们一步 又一步 不断的 前进 第三 我们是否能够 刚强 我们说 他的 脚步 我们要先来看 三十一节 这就是我们鼓励的最后一部分 我们的挑战就是 我们必须刚强 我们说 他的脚步 不是因为我们计划 要失败 我们每一次失败 我们都要学习 我们变得更加的安全 变得更加的有智慧 我们学习 可是我们有如何的刚强 坚固 三十一节 这一个完美的挑战 我们看见上帝的身手 在我们的生命里 我们感应到上帝 如何建立 立定我们的脚步 三十一节 神的律法 在他心里 他的脚 总不流跌 这些是 坚固 坚稳的脚步 这就是我们如何能够 达上这些 坚固 刚强的脚步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 在我们的心里 必须深深保守上帝的话语 我们知道上帝 上帝会立定我们的脚步 可是他不会 勉强我们 他会 显现他的真理 他的计划给我们 可是我们还是必须的 看 笑的 正如那个光芒 引导我们的道路 当我们把上帝的话语 藏在心里的时候 这就会以坚定的真理 带领我们 好让我们不会滑跌 诗篇三十七篇 每一个真理 都是能够坚固的脚步 我们必须把上帝的律法 上帝的话语 藏在我们的心里 我也要挑战你们 鼓励你们 当我们期待这新的一年的时候 我们要参与 让上帝 在我们的生命里 要包括上帝在内 我们每一个人都 召集我们一二三四 第五间学校了 可能下一个就是我的学校 我们在健身房 也是在工作里 每一个地方都有这个风险 可是我们要回到上帝的身边 我们要依靠他 我们要 包括他在内 我们也要 把他的话语 藏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要如何办得到 每一个星期 我们都有一只个信息 可能我们有更多的信息 我们就会要 开始我们 星期三的查经班 让我们尝试 我们的少年团 就会再次开始 在两点 好让我们 他们也必须学习 达出这些稳固的脚步 好让他们不会跌倒 我们四月就会 庆祝 复活节 复活节过后 我们会想尝试有家庭营 我们今年查理牧师不能够来到 可是我们要计划 有家庭营 可是让他能够透过视频来教导我们 这就是我们的挑战 为什么我们要把上帝的话语 亲密地藏在我们的心中 我要鼓励你们 鼓励你们 我们今年不需要 做这个多么困难的一个 一年 我们能够经文地 他达出每一个脚步 第一步 我们必须包括上帝 在我们的生命中 第二 我们必须把一切的事情 交托给上帝 第三 我们看上帝如何观察上帝如何的 立定我们的道路 我们的脚步 2022年过了以后 我们能够纪念什么 我们记得上帝 与我们同在 不断地带领着我们 我们不只是纪念 每一个人戴口罩 我们不能够 呃 唱识 我们没有 午餐团契 我们要记得 2022年 就是我 呃 认真的 包括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在内 我们如何 让上帝 立定我们的脚步 每一步 都藏在 上 把上帝的话语 藏在我们的心里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的天父上帝 我们向你祷告 求你 呃 激励我们的心 求你挑战我们的心 把这个真理 练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一人的脚步 主啊 也求你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的心 好让我们能够 呃 把你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 求你赐福于我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要再次祝大家 呃 祝大家农历新年 一个新年快乐 我们这新的新年 我们这新的一年 呃 是 西里预备班 好让我们 呃 可能不会在呃 呃 呃 家庭 也让我们不要埋怨 让我们心怀 呃 喜乐 每一步都是好的一步 这就是上帝的 的的的道路 我要呃 祝大家呃 呃 我们星期三就开始我们的家庭 茶净班 星期六也开始我们的呃 少年 少年团 呃 如果我们有这个呃 呃 西里预备班的话 呃 呃 我们如果你们有这个兴趣 我们可能有呃 星期 在星期六 有这个专注 你要呃 注册 与我建立这个关系 这就是我们的开始 如果你们有趣的 有兴趣的话 我们就会有这个呃 透过视频来 来呃 上这个呃 茶净班 我们也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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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花一些时间 思考我们所聆听的这个信息 这个教训 然后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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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不到外面 我们就呃 呃 有一些甜点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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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大家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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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现在花一些时间 来来享受 呃 呃 呃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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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